欢迎来到赵女说事 前些日子的节目中我们跟大家讲了 由于这次疫情的影响 国家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挽救企业 挽救经济 其中有一点就是 减免了很多企业2月份到6月份的社保 社保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为了让这些企业能够有充足的资金 复工复产 国家那真是拿出大气力来 社保基金今年要减收5000个亿以上 当然企业和个人担子就轻很多了 其实大家知道吗 社保基金给我们减免 那不是这一次的特律 长久以来就有很多人会享受到社保基金的减免 尤其是现在已经是3月份了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每年2月份到4月份 是你可以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申请 减免自己交社保钱的好机会 如果你符合资格 而今年没有提交的话 那得赶快行动了 什么样的人可以提出申请减免自己交的社保呢 我们国家有个政策叫4050政策 有的地方也叫4555政策 什么意思呢 上世纪90年代末 我们知道有很多国有企业员工下岗 很多职工下岗的时候都四五十岁了 在国企工作了一辈子 这些人突然放到市场上 再找工作很难 所以那个时候各地政府适时推出了4050政策 对于大龄下岗职工呢 给予各种各样的补贴 这样一个好政策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也还是延续的 这个政策还是有的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什么样的人符合政策 能领到这个补贴呢 首先第一年龄有限制啊 女职工年满40岁 男职工年满50岁 这算是大量人员 这些人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失业了 登记失业 没有再找到工作 现在只能付钱在家 或者打些零工 做点小买买 但是这些人也得交社保啊 因为他们也明白 再过个十年八年就可以领养老金了 如果这个时候不交社保 将来是领不到养老金的 所以他们只能从自己每个月微薄的收入中 拿出钱来 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去交社保 这个钱也不少啊 在很多城市 那得就八九百块钱 上千块钱啊 针对这些人 我们有4050政策 你们可以拿着自己的相关资料啊 到所在的街道啊 居委会去询问 什么时候开始申请 只要你年满40岁或者50岁 大龄失业 以灵活就业身份交社保 你就可以申请这个补贴 这个补贴 很多城市至少给你补啊 你应交社保的50% 也就是说 一半的钱的国家给你拿了 你不需要再拿了 补多长时间呢 三年到五年 一般来讲是补三年 而如果你距离退休啊 不到五年时间了 那干脆 未来这不到五年的时间 国家全都给你保了啊 你只要拿一半的社保钱 就可以在几年之后 安然领养老金了 但是我们也得跟大家讲啊 这个政策 是你申请才能得到的 你不去申请 你就放弃了这个机会 所以每年二月份到四月份 需要申请的好朋友们 一定拿着自己的材料 赶快到社区去问一问吧 今天的视频 你满意吗 点击照理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